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经本,274命,道速第五行。 从第十四段看起。 六欲以梦欲为总,与欲为别,令人一闻,便明了语言声之法,当体皆空。 一切悲欢历阔,乐视穷通,转眼成空,了无所得。 若那迷恋尘尸,计较分别,知者不舍,真痴人说梦也。 此计正唤醒众生素菊儿。 末后这一首纪里面,一共说了六个比喻。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不仅是比喻,实在说呢,完全是事实。 把它当作比喻来看,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环是有相当的距离。 应当把它看作比喻来看,硬当把它看作死实。 梦有这桩事情,而决定的不是真实,决定的没有实体。 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它有相,你说它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那么我们事件现象,不单认识,六道,乃至于设法界,都是梦境。 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唯一由超越设法界,随到一真法界。 那么那个地方讲真,可见的设法界,都不是真实的。 超越设法界之后,这才真得了真实。 唯一有一才是真了。 二法就不是真了,就是迷惘。 唯一由一是真实的。 这六个字,梦这个字是总数。 换、炮、炮、饮、饮、都是比喻梦境不实在。 都是形容这个梦是虚假的,决定的不是真实的。 这个路跟垫是比喻它存在时间的短暂。 它不是永恒的存在,不是长时间的存在。 而它存在时间之短,说实实在在的话呢,这个路跟垫呢,都不能为比的。 但是佛在三千年前,射路跟闪电呢,因为大家平常都见到,知道这个世界很短暂,容易体会。 所以佛不忘身处说,知道它是很短暂的,那就算是不错了。 那么设计上,我们在《前面经》里面详细的说明过。 这里面最重要的,佛说微臣,极非微臣,世明微臣。 这一句把这个物质现象讲得最彻底,最究竟。 微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科学里面发现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就是说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设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都是晓得这个基本粒子组合而成的。 基本粒子的性质是什么? 你只要把它认识清楚了,你对这个世界就明了了。 这个东西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叫做四大。 物质成为四大了。 四大是说,它有四大特性。 地,水,火,风,风四个字来形容它。 地,就是它是一个物质。 我们今天讲,它是个固体。 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当然这是肉眼看不见。 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下呢,看见了。 那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 它温度呢,我们称它做火大。 它温度,它称它做水大。 所以这个水火是代表它的特性。 那么现在这个科学里面呢,又称之为带电。 带阴电,带阳电。 阴电就是水大,阳电就是火大。 那么还有一个风大。 风大是表示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 所以风是动的。 那么这是基本物质,它有这么四个特性。 所以四大皆空啊,它不是真实的。 既然组成宇宙万法的基本物质是空的。 四大皆空是空的。 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那么它组成的这个现象,哪里是真实的呢? 当然不是真实的。 那么组成最大的这个现象呢,就是世界。 佛在经上书。 世界,极非世界,世民世界。 说一个最大,说一个最小,当中全部都包括了。 这个里面所说的是,十法界一正庄严,不但是我们人世。 四圣法界里面,声闻云觉菩萨佛也不例外。 都师不可得。 像有体无。 体确确实是没有的。 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那么这个像是真的是假的呢,那就要看它存在的时间了。 佛法里面讲真假。 它的定义是,凡是不变的,永恒的,就叫它做真的。 凡是会变的,就叫它做假的。 这个真假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 用这个标准来看呢,只有真如本性呢,是真的。 因为它不变,永远不变。 本性所起的像分,性一定会起像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因为性不灭,不生不灭。 所以它起的像也是不生不灭。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像是不生不灭。 那么像是不是真的,像不是真的。 那为什么不是真的?像会变。 不同心,心不会变,像会变。 那个像是千变万化了。 像怎么变呢? 随着众生心念,它变。 华言经上所讲的,唯一识所变。 识就是分别,就是之处。 第六一识分别,第七识之处。 随着,随着念头,那个像会变。 随着念头,那个像会变。 不是真的。 那么它变得,状况如何呢? 它变得实在太快了。 前面我们讨论过,不止刹那九百神灭,不止啊。 所以它的速度啊,它存在了个时间的短暂,比闪电还要短。 时间还要短。 真正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 也就是,它一生就灭了。 我们细细体会佛在经上所讲的, 确确实实,它是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了。 生灭同时。 说个生灭同时, 那真正的含义, 就是像是虚假的,像是决定,包括到底。 我们今天看到这样, 好像它这个像存在还蛮久嘛。 停的时间还蛮长嘛。 那是我们错觉。 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相续像。 一个像接着一个,一个像接着一个,相续像。 所以一刹那当中就九百个像续像。 我们看的是这个像。 凡夫不知道四十字真相呢,就被这个假像迷了。 以为这个假像是真正的存在。 第一个被迷,就是我们的身像。 我们的身像。 我们的身像的确是刹那九百身灭,相续像。 这些像是真的梦想。 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己。 坚固地执着它。 在这个里面起贪嗔吃满。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说再加,说一切享受全是落空。 决定没有 但是所造作的罪业的那个不空 为什么说罪业不空呢 罪业是妄念 我想啊 妄念是能变 能改变现象 这个刹那生灭的幻象是所变的那个现象 我们发现韦时宗里面所说的 能变的是真的 所变的是假的 因此佛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是能变的 所以真正觉悟人 他看受罚界是什么呢 受罚界的现象 只不过是 善悟 因果循环 相续的现象 除这个现象之外 也无所有啊 觉悟的人呢 不但六道 事发界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空无所有啊 勇家大司 震道锅里面讲 绝后空空 无大千 这句话现在我们听起来 体会自然就不一样了 绝后空空无大千 是不是这个大千的 设法界的现象没有呢 不是 设法界的现象在 看法不一样 观念呢 改变了 以前以为 设法界是实在有的 现在小的设法界 无非是 善悟 亦因果报 循环相续的幻象 梦幻泡影之下 决定不是事实 决定不可得 这个是事实的印象 它存在的时间是极其短暂 短暂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佛说法 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提示过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原则 是以二地而说 二地是真地宿地 真地呢 就是四十真相 一切大成经 所讲的都是实相 所以大成经是以实相为体 佛说的是什么 完全讲的 宇宙人生的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要说出来 众生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那么佛就不讲四十真相 讲俗地 俗地是什么 众生的之间 也就是 迷失自信的人 他们的想法 看法 可以接受的 佛说这一方面 这个叫以俗地而说 比如 今天上常说 小臣四国四相 大臣五十一个界位 这是随俗地而说的 如果说真话 这话通通没有 这个我们读金刚经快念完了 到这里 晓得了 真的是确实没有 哪有什么大小城 哪有什么四国四相 没有 以俗地而说 你容易懂 譬如佛讲 修行正果 要经历三大神奇迹 这是随俗地而说的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仁王经上讲的 一刹那九百神秘 随俗地说的 这种讲法 凡夫可以接受 想想 佛讲的蛮有道理 可以接受 如果讲真的呢 不能接受了 为什么呢 超越他的常识太多了 超过一点点还行 还勉强能同意 超过太多了 就不能接受了 那么现在我们呢 可以能够 接受 佛所讲的真谛 实在讲 得利于现代的科技 佛讲宇宙人生 许许多多现象 现在科技 逐渐逐渐观察到 这个是 这惊人的修学 比古人呢 实在讲方便多了 但是我们对古代人 不能被佩服 现代人呢 有一些科学常识 讲到这个 甚深境界 我们点头同意 佩服佛所说的 古时候 科技没有发明 那些人 怎么能够相信 这是我们讲的 那些人是真正有智慧 真正有善根 若不是深厚的善根 真实智慧 那佛讲的这些 超越我们的想象 超越我们常识 他们怎么能相信 这又是我们 不能不佩服的地方 这一首剂子里面 让我们听到之后 就明了啊 语言圣之法 当体解控 社法界是语言圣之法 世间法 除世间法 都是圆圣之法 因圆圣法了 因圆圣法 没有自体 所以说 当体解控 就跟做梦 完全一样 我们对于这个思识 能够体会的 可以说 是表面的 没有能够深入 表面上的体会 前面曾经说过 我们用天台家的讲法 天台家讲六级佛 我们今天在什么地位 明字为重 我们对于金刚剥弱的体会 在明字为重 意思确实是懂得一些 没错 正确的理解 为什么说明字为重呢 不管用 我们对人 对私 对我 还是会起心动念 还是会分别执着 不管用嘛 像这底下讲的 一切悲欢厉活 得失窮通 转眼成空 了无所得 我们懂得 但是了无所得 我们还是要得 还是拼命追求啊 这就是与自己的生活 毫不相干嘛 这叫明字为重啊 不得受用啊 你精神正确的理解了 但是不得受用 要怎样才得受用呢 要认真去做 怎么做呢 把我们错误的那个看法 要把它转过来 我们没有把世间当作梦看待吗 你把这个世间看作梦啊 这个看法正确了 你觉得这个不是梦 样样都是真实的 这就错了 如何能在现实环境当中 把它转成一个梦境来看待 这转境界了 这个就叫真正硬秀心了 把这个一切现实的环境 要看成梦幻泡影 要看成如露一如电 真正这样去做 你就得受用了 这个经里面的理论 境界 跟我们的生活 发生关系了 改变了 改变了我们在生活里面的 看法与想法 那么这就叫观行为了 观行是真正去做 我们讲修行 真正在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 想法看法 那就得受用了 所以到观行 才可以说是 从表面就渗入进去了 对于经意 经里面讲的理论境界 你能够深入一层了 入得还浅 还不够深 但是切如就有受用 什么受用呢 烦恼轻了 平常烦恼重 总是妄想多 分别多 执着多 得失的念头多 贪嗔痴慢多 这些东西多 变的境界就变三途 不会变好境界 那么你能够入境区 一分两分的 这些念头清了 心地逐渐逐渐恢复清静 清静心 生真智慧 在金刚经前面讲了 信心清静 自身实相 实相般若现前 真实智慧现前 真实智慧 就是佛智佛见 所以你得受用 得受用 超六道了 随着观形的功夫深 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超了六道之后 再不断地深入 那你就得相四位了 相四位 有点像了 像佛 像菩萨了 相四位在哪里呢 在四圣法界 你看六道超出去了 身闻云觉菩萨 那个虽然没有 不是真实的正果 很像了 跟菩萨了 接近了 跟佛接近了 这叫相四位 再要深入一层 就到分正位了 超越相四了 从相四再提升一下 分正了 分正就是出了十发界了 超越十发界了 到一阵发界了 一阵发界是真的 是真的了 那不是假的了 但是虽是真的 并没有圆满 所以你是真的 一分两分的真 不是圆满的真 古人把这个境界 用个比喻来说 因为这个境界很难 很难清楚 我这样讲的时候 已经是相当清楚了 我讲六道 四圣法界 一阵法界 这个大家好懂 古人用比喻加比月亮 这个天空当中 月亮是真的 水里面月亮 是假的 是月亮的影子 那个月亮的影子 是什么呢 叫观行位 比喻你第一个阶段 观行位 第二个阶段 相四位 相四位是相四 不是但还不是真的 那是什么月呢 这个古德教给我们 叫列目所看的第二月 你晚上看月亮 你把这个手指在眼睛上 用力一按 看到两个月亮 两个月亮 那个月亮 是从真理变现 那不是纯真 但是很接近真了 用这个比喻来说 你看的 那当然那个月 比水里面月要真 水里月完全是假的 这个是捷径真了 相四位 好眼睛 看到这个月亮 那是真 那纯真 纯真是 你看 初三初四的月亮 是真月了 不是假的 真月亮 但它不是满月 这叫纷阵 要到社五月圆满月 那叫究竟圆满阵 那叫究竟 究竟为 古人用这个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 我们也很容易懂得 但是我们在这个 修行果位上 来合起来看 诸位就更清楚 更明白 这是说明 你要不真正用功夫 不是真正深入 光是听听懂了 也没用处 要做 要真正的做 从哪里做呢 第一个 从得失里面去做 因为我们烦恼里面 这个得失的烦恼 看得最重 样一样总想是 居为己有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不肯放下了 从这个地方去做 不要害怕 这要真意修行 你不要以为 我不要了 不要有没有了 我不要钱 明天吃饭怎么办 这人都大妄想 不晓得 事实真相 你以为你大妄想 我先拼命去赚钱 明天钱就赚到了 哪有这回事情 你不精干净化 不是明白这个道理 刹那生命的相续相 这个是夜阴果报循环的相续 与你那个妄想 毫不相干 如果人是打妄想 就可以得了的话 那佛菩萨 又何必来教化众生 不是打妄想 能够得来的 你得来的是 命里有的 他到那时 刹那刹那 他就现钱了 不打妄想 也现钱了 你后别打妄想 这个离于四 确实都有相当的深度 身名是离的人 他不打妄想 所以我劝初学同修 一定先要把了凡四讯 去念三百遍 希望你真正能够肯定 一银一桌 莫非签订 你还想什么 什么都不要想 他心呢 滋滋然然 就定下来了 命运确实是有 但是命运可以改变 我们必须要知道 每一天从早到晚 起的这个念头 有善念有恶念 那就在你命运里头 起善念就加一点 起恶念就减一点 天天呢 都有加减成除啊 但是你那个加减成除的幅度不大 就是你一个善念 那个善不是大善 小善 你起个恶念 也是小恶 也不是大恶 所以天天加减成除啊 距离你那个标准呢 都差不多 幅度都不大 所以你那个命呢 就被人算得很准 如果加减成除 幅度大了呢 就算不准了嘛 你有大善大卧 那个加减成除就大了 就算不准了 所以是是 只要那个幅度不大了 这个命像是很准确的 能够看得准 命从哪里来的 前身造作的业因 这一生受的是果报 业因果报的相许相 业因变成果报 果报又变成业因 永远在那里 循环不息 就搞这么个把戏啊 这个现象 不是梦幻泡影是什么的 真真觉悟的人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所以悲欢利货 得失穷通 有没有呢 没有啊 却言成空啊 那是讲报警了 这个是世间人看的 觉悟的人看的 悲欢利货 得失称通 根本就不存在啊 当题皆空了 不可得吗 哪有这个东西在啊 只要你还有悲欢利货 得失穷通 你还迷在这个境界里头 才会起这个现象啊 你真正觉悟了 哪里会有这种念头呢 真正觉悟的人 心是清净的 心是平等的 那个心里充满了 真实的智慧 没有觉悟的人啊 心里面充满的是 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啊 迷根觉的受用 行住不同的地方 在此地 觉悟的人心清净 觉悟的人 嫌弱出来叫 大慈大悲 这个大慈大悲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爱护一切众生 关怀一切众生 他那个爱护关怀 是平等的 不是说 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特别爱护他 那个人给我过不去 我就远离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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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是平等的 平等 就是正确的 在正知正见 不平等就迷了 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社发界一真庄严 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相分 同一个自信 所以平等是正确的 这个正确是平等跟自信完全相应 不平等就跟自信相违背了 全是自信变现的 离开自信 那确确实实 无由一法可得 那么这是前面讲 觉悟的境界 真正知道 了无所得 不止 转眼成空 说转眼成空 是随俗地说 一般世俗人 能体会 能理解 讲当体皆空 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当体皆空 是随真谛而说的 这个转眼成空 是随俗地而说的 那么后面 这是讲不觉之人 不觉是 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知道四十真相 他还是迷念诚实 诚是五语六诚 在佛法里面 把它归纳 归纳为财色明诗碎 心里头放不下了 蜜是以此为始 这叫蜜 蜜呢 在这个里面 其聊 贪嗔之慢 顺自己心意的 就其贪爱 不顺自己心意 就其成会 这就造业了 六根所对的境界 六诚 六诚是四身相 未出发 这个六诚 包括世间 都离不开 这个境界相 在这个里面 计较 分别 计较是 计是 季度分别 这个计就是 心里头起心动念 就是记的意思 交是比较 齐心动念 在境界里头 比较 分别 执着 不舍 这个不舍 就是坚固的执着 哪里晓得 他的 计较分别 执着 不舍 是一场空 就跟在梦中 完全一样 人在做梦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梦里头 还要干这个事情 你说 这个愚痴 行的时候 好像你干这个事情 还有可遇 做梦的时候 也干这个 也分别计较 也坚固执着 梦的时间短 在醒起来的时候 想一想 那是什么味道 可是 有几个人 梦醒之后 他会去想一想 梦醒之后 果然就想一想 那个人觉悟了 这一想 梦中境界 全是假的 我刚才 大错 大错了 梦到一只老虎 要吃我 下了一身冷汗 你是个冤枉不冤枉 小的是做梦 哎呀 我也舍身喂虎 跟佛一样 他就不肯舍身喂虎 他要到处乱跑去躲避 吓得一身冷汗 醒来一场梦 在后悔 没有拨身体喂老虎了 这个就是 就是说明啊 这个这个 这个基督分别 真痴人说梦 如何能把眼前的境界 从眼前境界扩大 到六道 到十法级 都是一场梦 都是梦境 所以我们才看到 佛在经上讲的 大作梦中佛四 这一句话 我们就体会到一点意思了 佛菩萨在六道里面 事先度化众生 应以佛生而得度之 极限佛生而为说法 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 那是什么回事 应以佛生而得度之 极限佛生而为说法 佛出现在世间 将近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他干的什么 大作梦中佛四 佛知道这是梦境 这个不是事实 所以佛说他没有度众生 佛说他没有说法 这些经文 几乎大臣经上都常说 本经就有啊 所谓的心间水月道场 道场建立 留不留念 不留念 水中之月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从这两句 要能够体会 不要以为 这是佛菩萨实现 他们的境界 他们境界 就与我们不相干了 我们听了他这个话了 要想到自己 我们自己建一个家园 水月家园啊 我们叶家人这个祖活 每一天生活 这是什么 这个是梦中生活啊 你也能把你的这个生活 把你的工作 看作梦中的事业 看作梦中的事业 所有一切的建树 水月道场 那就恭喜你 你就成佛 成菩萨了 你就不是凡夫了 你执着你的家园 执着你的事业 你是凡夫啊 所以我们听听人家的话了 马上要消归自信 我也得受用啊 他那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他建个道场 我建个家 不是一桩事情吗 他那个道场是水月道场 我这个家不是水月家庭吗 他的工作是梦中佛寺 我的工作又何尝不是梦中工作呢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听到这些话了 要能够讲消归自信 就是我们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上来 我们就得受用 我们对生活 对工作 对这个 出世待人皆无 毫不执着 真正做到随缘而不攀缘 一生生活 生活当中是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 你说多自在 充满了真实智慧 你第一生生活 生活在智慧里面 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就转翻成身 那个念头转过来了 你的行为生活 统统转过来了 成佛成菩萨 转翻成身 不一定要出家了 出家不会 照样不能转 出家建个道场 我的道场 他不是水月道场 他认为他是他自己真正的道场 死了也不肯放手 不肯放手怎么办呢 那莱森呢 这个道场里的很多蚊虫蚂蚁啊 他就投胎搞这个了 他舍不得离开吗 这都是真的 都是事实 我们有曾经看到 我们曾经看到道场里面养的一些动物 养的狗 养的猫 很有灵性 你看谭学法师讲的 帝贤老法师早年 在温州投脱寺 做住持的时候 他们庙里养了一只公鸡 那个公鸡就很有灵性 那个公鸡前身 就是庙里和尚啊 为什么投个出生胎 还到里面 舍不得离开 他到场啊 大概建到场的时候 他出了不少力 画了不少缘 舍不得离开 这就很糟糕啊 早年间 我们在台湾听说 高雄小岗有一个寺庙 里面养了一只狗 那个狗到以后被人发现 是这个过去那个庙里的住持 怎么发现的呢 那个狗啊 每一天跟大家一样坐招弯库 大家绕佛 他走到后面 跟着后面 一到打三归一 他就走了 他不参加打三归 而住持 还有这个习旗在 所以以后是时间久了 被人发现了 对另外一个法师 知道这个事情 把他叫过来 那时候训练他一顿 你现在是畜生 不是住持了 早晚可以 一定要坐完 你才能走 他也真的很有灵性 他就坐完才走 这个就是放不下了 不晓得是水月道场梦中佛死 所以金刚般若里面交给我们修行的两个纲里没有别的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这前面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从初发心 一直到臣服 就是这两个方法互相交换 相辅相辰 所以我们读到这首句子 要有高度的警觉 这首记忆正是唤醒众生 俗觉 快快觉悟 绝定不能够迷恋 迷恋出不了六大轮回 这一生所修的 只是一点佛报而已 这三界有漏的佛报 有漏的佛报给诸位说 绝定不能下 这是世间人很多不知道啊 因为向福没有不造罪 正因为如此 所以佛在这个境上教菩萨 不受福德 为什么交代菩萨不受福德 就是向福会造罪业 向福很容易迷惑 菩萨 菩萨有智慧 菩萨 居而不迷 虽修福 不想福 不想福才是真正的想福 这个是一般人不懂得的啊 我们世间人有佛报 好多人伺候我 这个很有佛报 伺候什么 他身体不好啊 需要人伺候啊 身体好 你想从前李老师 九十五岁 都不需要人照顾 还是自己烧饭 自己洗衣服 我们就看到 哎呀老师九十五岁了 你看 都没有人照顾 没有佛报 他真有佛报 他真想福 他身体健康嘛 到许多人 去照顾自己不动了 他身体就坏了 所以这个身要动啊 活动啊 活就要动 不动 人就不活了 许多人伺候 他就不动了嘛 不动了就快了 他就不活了 要懂这个道理啊 那个是真正的想福啊 世间人 确确实实 把事情往往看颠倒了 在佛经上唱讲的 颠倒错乱了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佛法做梦观者 这个佛法也是因缘所生 也不是真的 令其勤修佛事 而归于了不可得 树极能所双望 离之明慧 我们先看 这一段 其实 佛菩萨不端 不但是 为我们说明 这个事 更难得的 他表演给我们看 事先在这个世界 做出来 给我们看 在中国古无大德里面 有出家 也有在家的 佛菩萨化身的 在近代 向 阴光发死 向虚云老伙生 在距离我们近 说起来 大家都还能够熟悉 这两位大德 住室的时间都很长 印光发死 八十岁元旗的 虚老伙生 一半二十岁走的 你看看 他们一生 生活形式所表演的 那就是榜样 佛法做梦观 他们做到了 情修佛事 而了不可得 而在事先在家 居士的 在大陆上 向夏连居居居居 在台湾 像黎秉兵'd 拉居居居 绝对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做不出来 真正是居然 European 静而不然 他真做到了 你看他一生生活非常辛苦 一天吃一餐 吃的什么菜 都是些酱菜小菜 简单的不得了 别人要过那个时候 那还得了 太苦太苦了 他们不改其路 我们吃东西 餐餐要换味道换口味 人家一个味道一年吃到头 他也没有感觉到吃咽了 没有 我们为什么吃东西要挑口味呢 三餐吃一样的 就觉得吃不下去了 煮香 妄想分别执着 人家一个菜的时候吃一年 他也没有觉得不好吃 他不煮香 他没有分别执着 人家过的是智慧的生活 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 生活里头他妄想 人家生活里都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 就是智慧 所以他们 是智慧的生活 真正是智慧 无论是现代在家出家 莫不是自行化他 虽然天天天做自行化他的事 心里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他才真清净 如果我替佛法做这么多的事 这个替众生做这么多的事 我还过这么苦的生活 这个花不来啊 那这是凡复 见解 这哪里是菩萨 那菩萨 那菩萨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他四相都具足吧 由此可知 反复做不到的 因为他有事相 有事相就有烦恼 就有轮回 就有果报啊 无事相就没有轮回 就没有烦恼啊 如果无事件呢 那就超越十法界了 破了四相 超越六大轮回 破了四件 超越十法界 这是叫学佛的人 我们在佛法 无论修哪一个法门 无论用什么样的功夫 这里给我们讲的是原则 佛法也不能支柱 金刚经商讲了 法善应识 后宽非法 佛法我们可以用它 不能执着它 执着就错了 所以要勤修 所以勤修 心底要勤进 不要想到 我做了多少功夫 那就坏了 有这一念就错了 认真努力勤修 而若无其事 绝定不把它放在心上 这个样子才能做到 能说双亡 能说双亡是断的 断一切我 能说双亡是断的 是一切执着的根源 说一切执着的根源 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这个是把烦恼的根源 这个是把烦恼的根本拔除掉 那能说双亡是断德了 这是智德 真实智慧 这也先前了 下面说 这一句是讲的 六道凡夫 六道凡夫 都是搞生死轮回 生天也好 杜三图也好 都是做梦 那个境界全是梦境的 住于涅槃 也是梦境 也是做梦 有一些超越六道的了 正到俄罗汉国 正到辟致佛国 住在偏真涅槃 还是错了 那也是在做梦 必业无所住了 那位大权 佛教给我们无助 念兵不住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念兵不能住 住就错了 所以佛在这个境上叫人 叫叙福提 就是教我们大家了 住无所住 这就对了 你说有所住就错了 若住于所修之法 住于所舍之法 住于所得之法 在皆是做梦 这是特别对我们 学佛 学佛和真正用功的人 怕你错用了心 在我们一般看 这很不错了 他那个心 安住在他所修之法了 所舍所得之法 他安住在这里 我们看起来 不错很难得了 好不好呢 不能说不好 这毛病在哪里呢 不能处失法界 住于所修 住于所舍 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们 住于所得 沃罗汉 辟知佛 他所得的是偏真涅槃 四圣法界里 还有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他振到佛谷了 住在佛谷上 坏了 他的一住 就不能再往上提升了 好像我们上楼 这有十层大楼 我上到五层 我就住在那里了 那第六层你就上不去了 要不住才能上得去 住了就上不去了 受法界里面的佛 为什么振不到一阵法界 就是他住了 住就着想了 所以主要晓得 所修不能住 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就不断向上提升 所说的本能住 这个我举一个最简单的 例子 跟主委说 为什么呢 犯这个毛病很多 哪些毛病 讲经的法词 比如讲经干净的法词 到处讲经干净 他有一本讲义 到哪里都照这个讲义讲 变变都一样 他仅仅不能提升 像学校里教书的老师 教一年级的郭文老师 年年教一年级 年年用这个课本 年年用一样的笔记 他的境界永远不会提升 他就在这个境界里头 这个错了 播注是什么呢 我教人也常常给他讲 经要常讲 要多讲 但是每一次讲 你要准备这些资料 都要重新去准备 决定不能用旧的 你才会有进步 你要想偷懒 还拿旧的笔记 那就坏了 那就完了 你就不会有进步了 你讲生病 你就要做十次的这个不同的预备 你会变变不一样 变变有新的悟处 变变有新的境界 住不得了 不但您这个修根说啊 就自行化 他不能住啊 正国不能住 小城有四国四相 小城有四国四相 住了不能往上提升 大城有五十 菩萨五十一个卫士 你一住 上头就没份了 决定不能住 不住 一直往上进 这皆是做梦 这都是梦中佛寺 知道是梦中佛寺 要不要做呢 要做 为什么呢 梦没醒嘛 没能突破嘛 佛教给我们这条道路啊 这就是往清醒的道路上走 这才真正可贵啊 真正的难能啊 总之 观一切远近法入梦中 一载通达 一切又违法 本无可待掩 这个是目标的所在 佛讲博若经 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 叫我们观一切远近法入梦 人是六反 静是四身 人静和起来 就是施法界 佛法里面 常用李延华做比喻 我们造的佛像 菩萨像 无论是站着的 坐着的 都在李延华上 诸位想想这个有没有道理 如果坐着站着 底下都有一朵莲花 这个多麻烦 讨厌啊 多此一举嘛 莲花是表发的 不是真的 要懂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 就叫底下有个莲花了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莲花代表的 远近多离了 莲花呢 长在 雾泥里面 那个根呢 生在泥土里面 泥土代表六反了 染发了 莲花那个杆子 是在那个水里面 水代表净 花呢 开在水的上面 染近都离开了 表这个意思 不但染 要离开 静也要离开 所以花开在水的上面 这个意思 显示着 六反我们不染 六道不染 四圣也不染 声闻 云教菩萨 佛也不染 超越 十法界 那不得已说一个 一真 法界 表这个意思 佛菩萨 站在莲花上面 就是超越 十法界 代表这个意思 这就是 观一切 燃进法 入梦 令人化 表这个意思 意在通达 一切 又违法 本无可得 为什么要学呢 学实在讲 就是放下 六反要放下 四圣也要放下 身心世界 一切 放下 为什么佛 因为本来不可得 佛不是无缘无故 叫你放下了 叫你放下是真有道理 如果是真有所得 那佛叫你放下是对不起你 确确实实 我可得 我们了解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我们也要搞清楚了 现象的存在情形 我们也要搞清楚了 才知道 确确实实 不可得 六道如是 设法界 亦佛如是 所以佛才叫我们 统统放下了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这个世界就包括设法界 那么讲到设法界 就讲到三千八千世界 一切清静 有何可得 若有所得 即非清静 作如梦之冠 正是照破 我发二指之 宝敬也 这个比喻的好啊 一心清静 就是真心心露 本心心露 一心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本心 这是 世出世界 一切乏的本体 这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个禅宗里都常说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 就是真如本心 就是一心 一心清静 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慧能大师在谭经里面 所说的 本来 本来 这就是自信 这就是真心 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若有所得 就不清静 这个意思要懂 要明了 要明了 我们今天念佛 心里面 有没有一物 有啊 有阿弥陀佛 有六字名号 六字四字都一样 心里头 有一物 有一物 就不清静 所以 有些人说 念佛这个法门 不是究竟法了 我们听了 不要受它动摇 我们不究竟 没错 你那个法究竟吗 你这个法 还不如我这个法了 我这个法虽然不能 不是真究竟啊 竭竟就竟 我这一关突破了 就竟就竟竟 但是这一关呢 在苏婆世界 不容易突破啊 我们用这个方法 到极乐世界去 到那边再做突破 换一句话说 事不究竟 我换一个环境修行 这个环境太困难了 是什么困难呢 第一个困难 寿命太短了 修行的时间要长 我这个地方的时间不够 这是佛在经上讲 修行成佛要三大二生起结 我们寿命还不到一百年 那怎么能成功呢 那不能成功吗 那到了西方世界 寿命是无量寿 三大二生起结 太短了 那个无所谓了 到了你寿命长啊 有的是时间啊 那这才能成就啊 这都是四十真相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要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你就晓得 这个时间不可留啊 西方一切无量啊 寿命是第一得了 第一个条件 寿命长啊 那么四中念佛里面 佛教给我们 持名念佛 你看净土三经 无量寿经 叫我们持名 弥陶经也叫我们持名 而观无量寿经 说得很好 观想你做不到 观想你做不到 最后叫你持名 所以那个十六观呢 最后第十六观 就是持名念佛 最持名是第十六观 为什么持名有好处呢 这里就有了 若有所得 皆非清净 你要观想 观佛的想 不要说那个 报身了 报身是 佛有无量像 像有无量好 我关不出来了 就算是列印身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你观成了 所谓观成 睁开眼睛 佛在你面前 闭着眼睛 佛也在你面前 那叫观成 你修行功夫成就了 那决定往生 那个像 我们讲 印象多深刻 真言必言 像都在面前 可是有这个像 你心不清净 必须把像拿掉 你才能恢复清净心 观好不容易观成 将来把它拿掉 好不容易拿掉 我说印象太深了 哪有这句名号简单呢 那个名号 我们现在名假名嘛 这个名号拿掉 容易啊 这就是四种念佛当中 为什么佛菩萨劝你 持名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还要拿掉 决定不能支持 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支持名号 要靠他了 到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可不能支持了 名号可以念 不能支持 支持你的心就不清净 所以拿掉名号容易 比拿掉那个形象容易 太多太多了 礼就在此地 所以 现在我们懂得一点 剥弱的道理 这是金刚经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知道一切法 无有自体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现在就知道四十真相 就能够把这个分别执着 虽然不能完全断掉 总是淡掉几分 希望随着我们的时间 一年比一年看得淡 这就是你 你的功夫提升 你能够看淡一分 你的智慧就透一分 看淡两分 你的智慧就透两分 将来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障碍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这一生 有把握 决定往生 功夫 不能简单 行住作物 念念之中 要把境界看作梦境 要知道在这个境界里 一无所得 我们所有一切享受 全是夜阴古报的心情 绝对不是真实的 你就心开一切了 心地就会清静 所以 这一首祭 就是照破 我罚而至 把他逼作 保尽 不但破骨质 而且破发质 身心世界 通通是梦幻泡淫 再也不执着 再也不计较 什么都好 发发皆如 发发皆是 这是真正恢复到平静 当之人生在世 一切遭逢啊 遭世遭遇 逢要去遇到啊 一切的遭遇 都是因果 因果 是生生世世 累积的业缘 非常复杂 非常繁琐 佛把它归纳为四大类 抱恩 抱怨 逃债 还债 无量无边的业缘呢 不除这四大类 抱恩的 是我们叫善缘 好缘 抱怨的 卧缘的 冤家债主对头了 遇到了 彼此互相残害 如卧缘 缘 借得深的 变成一家人 没有法子 摆头 对头来了 来报仇了 他做了你儿子 做了你孙子 你就糟糕 糟糕 这没有法子 缘稍微 酥一点点 就是亲戚 朋友 如果没有缘 对面不相识 没有缘的 遇到就像没有遇到一样 没有缘的 所以反而是人与人相聚 要晓得四种缘 都不是真的 所以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了 学佛的人开了一点智慧了 不管它是善缘是物缘 我们都要把它变成法缘 这只有学佛的人才懂得 才有办法转变 不要再继续搞下去了 继续搞下去这个事情 没完没了啊 太可怕了 善不是永远善 善会变成窝 窝也会变成善 就在那里搞循环 这个循环里面 总是善的时间少 善的时间短 窝的多 窝的时间长 所以这个日子很难过 人与人之间非常非常复杂 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它的真相 知道真相呢 这个梦幻泡影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放在心上 要把它统统放下 四十真相 莫非以往时夜云所变现 这是它的四十真相 你要不什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十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十啊 夜云呢 过去深中 跟这些人物 你是交往 用什么样的心态 用什么样方法来接待 你是善心 善心 那接的是善缘 悟心 悟的手段 那接的是悟缘 齐心动念 悟不是业 既然造的友谊 到以后遇到云 一定齐心心 果报就齐心心 所以六道十法界 就是夜阴果报 循环的相许现象 这才是四十真相 除了夜阴果报 循环相许的幻想之外 是业无所有 这是唯独佛法里头 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 世间皆是戏场 人生是一场梦 人生是一场戏 戏也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用这些名词 都是告诉我们 不是真实的 所以祝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经上常讲 游戏神通 可见到佛菩萨 逆经苦受 历历是轻身经历 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给诸位说 完全是假的 但是世间人 因为迷恋 职责 把假的当作真的 觉悟的人 细心去观察 就知道完全是假的 我们在前面 曾经举了一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当中 心在处的人 业障再重的人 都能够体会到 此时真相 我觉得是 过去去年过去了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上个月过去了 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昨天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前一个小时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前一分钟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诸位想想看 这个事实是真的是假的 这是从极其粗的现象里面 教你观察 没有真实的存在 金刚经前面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可得是真相 是死是真相 顺经也不可得 逆经也不可得 好人好事 也不可得 坏人坏事 也不可得 从不可得上看 平等了 你的心就清净了 就平等了 一切法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心就平等了 这才看出 死是的真相 那么所有一切 善悟的现象是什么 缘 缘也了不可得 缘虽然变现这个像 但是像一现了 马上就没有了 居不可得了 那么我们所受的是什么 岂不是梦境吗 岂是戒如患 也就是如梦 这才是死是真相 智者便当自尽啊 有智慧的人 能够体察到这个事实 就应当自己 警局 主恩也 就下台 也 岂可当正啊 这一句话 很要紧啊 六道的反复 无论在什么 警员当中 只要稍稍有一点权力 往往不知不觉 他就欺人压人了 烦恼稀气 自自然然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稀气 在佛法里面讲呢 就是傲慢 贪嗔痴慢 儒家 也观察到啊 所以李济一展开 第一篇 就说到 傲不可掌啊 这就是承认 肯定 这个习气 是余生俱来的 不是现在学的 余生俱来的烦恼啊 多生多劫的 习气啊 我总比别人强一点 那总觉得 别人不如我 从前李老师 跟我们说 他认真傲慢习气 没有一个人没有 举这个世间 要饭 在大陆上常有 讨饭的 讨饭的 在这个社会上 那是完全没有地位了 贫贱到了极处了 贫是没有财富 贱是没有地位 这样的人 他有没有傲慢 一样有 看到一个富贵人 从他面前过 他还恨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有几个臭同情而已 他还觉得 他还很好吗 这是实实在在的 稍稍有一点权力 他就会压人 就会欺负人 这就造业 所以 这俗话常说 世间不如一四长八九 为什么不如一 是因为我们造的一些不如一的业 对的这个果报 有几个人 在自己有权有势的时候 想到帮助一切众生 那就造善了 如果那么样想 那么样做 那他一生如意的事情 应该是长八九了 那么由此可知 夜莺果报 自作自受 不明了 四十真相的人 遭遇到了 怨天诱人 总觉得人对不起他 社会对不起他 老天爷对不起他 哪有这种事情 这个造的罪业更深了 怨神载道 造得更深了 他将来度得更苦啊 一世不如一世 所以从这里要拒我 真正聪明人 在台上的时候 他就想到将来怎么下台 那是高明的人 在台上说 为老百姓 为社会 造福 将来下台的时候 才自在啊 不但当时的人啊 尊重他了 爱戴他了 年后代 在历史上 提到的时候 哪个人不尊敬他呢 哪个人不敬仰他呢 那是一个聪明人 不迷惑 所以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的时候 为一切 为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造福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能力 各个人都有能力 只是你的能力 只是你的能力大小不一样 你的缘分 浅身 不一样 没有一个人 没有能力 要尽心尽力 就帮助别人 自己无论受什么样的侮辱 不要放在心里 晓得什么 自作自受 我们想做一张好事 好事多么啊 摩是折磨 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不让你的好事做成功 这什么原因呢 过去别人做好事 我障碍他了 现在我想做好事 人家障碍我 这一报还一报啊 没有说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 绝对没有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因果循环了 所以这个后面讲啊 当之因果难逃 因果苦未 所以我们在受报的时候 我们要很坦然的来接受 我地的确确是善心 是好意 要想那做好事 很多人障碍我 我要知道 这是我的果报 我不能怪那些障碍的人 要想到 他为什么不障碍别人 他障碍我 必定是过去生争 我障碍他 今天他障碍我 我不怨天不由人 甘心受这个果报 我们这一笔账就消了 下次再见面就好了 就了了 这个就是 你的佛法没有白学了 你真的 得受用 真正的 明白了 其实真正发心做好事 纵然有障碍 你的这个心是圆满的 你的功德是圆满的 那不是你不做 是别人障碍啊 那障碍是什么 众生没有福 这个人做了缘 把众生这个福的时候 仗住了 他造的罪业就中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随习功德 随习的功德 给修功德的人是一样大 他修多大的功德 只要我随习 我随习的功德 跟他一样大 仗不了啊 仗只有自己造罪业了 他的功德还是那么大 你看佛在《楞严经》上 佛告诉沃南 发意圆成圆满功德 这一发心 功德就圆满了 他还没做了 他为什么没做呢 有障碍 但是有障碍 他的心是圆满的 他的功德是圆满的 那么由此可知 真正发心 修心 没有人能障碍 事上可以障碍 理上不能障碍 形式上可以障碍 心理不能障碍 那颗善心 是没有办法障碍的 明白 这些道理 明白这些思理 我们就晓得 样样 随缘就好 随缘而不叛缘 知道一切都是虚幻不实 不能当真 不能计较 不能执着 确确实实 万发皆空 设法界 一阵庄严 都不可得 金刚经商 说得不错 要记住 因故不空 这个不空 我们也是多次的说明 希望大家印象能够深刻 英国是改变现象的 那个能 我们就能讲能力 英国是改变现象的能力 所以境界 随着这个能力 产生变化 所以他是能变 设法界 这个现象是所变 能所不二 在佛门里面 特别是为师学家 我们这个大臣八大宗派里面的 为师宗 他最重视这个 最重视这个 要用我们这个 粗俗的话来说呢 就是他注重英国 学为师的人 对于英国看得最重 他晓得英国不空 所以在奇心动念之处 他就谨慎 小心 不但不造卧业 卧的念头 他都没有 这才达到纯善了 这才真正是 断卧修善 那只供略得 给大家看得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